要防禦中國 我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中國人 或者在台灣的中國人 不能了解到 作為台灣人的悲哀 中國人跟日本人的 因為戰爭的仇恨 那時候台灣人並沒有參與 台灣人那時候我知道 台灣人是到菲律賓 到南洋去打美國人 所以為什麼這個仇恨 要台灣人來承擔 為什麼台灣人 不能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洪老師 我們的教育裡面 日本是倭寇 日本是小日本 那個是中 為什麼是惡庫才是日本 為什麼是惡庫啊 我們去想想看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教育裡面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從中國大陸一脈 可能國民黨政府到台灣的 那個整個的思想的灌溉是這樣 台灣 中國跟日本 它有一個複雜的關係 這個複雜的關係 像麻花一樣捲起來 剛剛大家講了 洪老師也講了 當1895年清朝各讓給日本的時候 這些台灣人會不會覺得說 你把我丟給人家 他的心情上是被拋棄的 但是在中國的理解是說 今天他爭招你或是拉夫 讓你去菲律賓打仗 你應該仇恨 還有所謂慰安婦的問題 台灣人應該仇恨日本 可是事實上台灣人 並沒有仇恨日本 他可能某種程度還認同日本 那中國為什麼仇恨日本 因為日本侵華 整個東北圍滿中國 整個侵華 所以他把他當敵人 這裡面的複雜的關係就是 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政府來台灣以後 看不到為什麼台灣人沒有去仇恨日本 他反而去認同日本 所以這裡面的情感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怎麼可以把中國的感情帶來這裡呢 要我們接受呢 洪毅 我們的 剛剛我已經講了 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我剛剛講的 那意識形態裡面就是倭寇跟小日本 從來中國就是一個大國 那日本被當成一個小國 那樣的意識形態已經進來了 那樣的意識形態已經進來了 你在聽我在講 我覺得李登輝先生這次去 剛剛大家講要從人道的觀點來講 但是我相信 也李登輝先生大家認為 國內如果真的很懂政治 或是很有潛在性 他沒有不可能不知道 這中間有所謂 剛剛講的人道親情 有所謂的政治 有所謂的國際關係 我覺得他去之前 他都應該很清楚 因為他不是今天才當政治人物 所以在各種層面上 他應該非常清楚這一趟 會引發的這個 可能的一個爭議 那他有沒有故意要去引發 這樣的爭議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判斷 但是我認為在這裡面 台聯在今天這個狀況下 或是他剛剛講了 他用一個非常老人家的一個心情 去談到他哥哥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台聯在這種狀況下 未來有沒有可能發展 他會不會如果說操作 我覺得也太恐怖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他不是一個今天我們講的一般人 他在政壇上或是他在國際上關係上 他都有非常清楚的 這個理性算是非常清楚的 我提醒你一句話 台灣人怎麼可能會對日本人有好感 被殖民的人怎麼可能對殖民的帝國有好感 是因為後來的中國的新殖民者來了 有了比較以後 有了比較以後你看那吃糖吃梨 有沒吃到髒水沒沒吃到穿梯 這樣真的對台灣人 日本人就把我們給付也沒給付到這樣 是因為比較之下 所以他反而回過神來說 日本人其實也不會那麼臨壞 是中國國民都嚇死出來 我們說實在的 八十五歲了 我們說得難聽了 我覺得還有機會去那裡 還有機會去那裡 還有機會去那裡 拜託那個郭郭 拜託一下 這就是要看我們 從哪一個角度 有的人會失落 像說連錢走到那裡 將心比心 如果說在中國來台灣 用徵兵走來台灣 尤其共產黨打來 在國民黨來台灣 這些人 因為這段時間 文化大跟那段 欺離子散 親家朋友 用鬥臭鬥爛 用打到打死的 而這些人現在回去了 看著他們的連結 跟共產黨到底是 他們要怎麼相反 這個是一個邏輯 很不通的事情 來 如果要照麥英九的標準是 李政委今天不可以去人衝撞 蔡總統他不讓李政委去日本 再來 如果麥英九的標準 日本不可以接受李政委去 是啊 不要惹麻煩啦 幹嘛惹中國不高興呢 其實台灣的歷史 老實說真的實在是有夠 被扭曲 糾纏 夠扭曲 你想想看 好可憐 你想想看 他們認為李政委是日本人 南軍認為李政委是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 做總統的時候 副總統是純粹中國人 你不覺得 你怎麼做日本人 很諷刺很吵鬧嗎 現在日本人回到日本 要去看 我們在北部出席的時候 拿的新聞證是日本的 日本人跟他說你是日本人 我們出席的時候 國民黨 拿國民黨的新聞證 國民黨跟我們說 我們是中國人 是啊 我們是什麼人 從來沒辦法自己決定 我媽媽她出生的時候 是日本人 我出生的時候 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我們 國民黨給我們的歷史教育 你看多可惡 多扭曲 他給我們日本時代 日日時代的歷史教育 沒有我們說的 日本對台灣的建設 只有日本人殺三地人 物色 日本人的物色事件 還有台灣人 余青芳 跟對抗日本人 交八年事件 再來在中國大陸的 南京大圖山 他永遠叫我們 是一種仇恨的教育 好 這個禮拜六 我希望大家是不是 我們撥空看大法新聞 那是了解我們的民族 了解我們的祖先 因為 我們來到這裡 有當三國 當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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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的 男人 只有和台灣的平土族通婚 所以我們的祖先 很多都是台灣的原住民 其實他住在平坡 這個平坡 我們就兩點鐘 讓大家了解 你是對一種 要回去 不要再跟我們說 我們可能也是翻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講的意思是 讓我們重新來認識台灣 重新建立我們自己的價值 等一下我們開放COVID 來先休息進廣告